菲律宾2号新增5032人确诊创单日新高 总确诊数更是突破10万 而近期大量的医护团体提出诉求 呼吁政府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对此菲律宾政府回应 4号开始将再度采取围棋两周的封城措施 会有大约四分之一人口超过2700万人受影响 而亚洲疫情持续延收 超过三个月没有本土案例的越南 日前也爆发新一波疫情 根据路透社报道 越南目前已只有四座工厂传出确诊病例 总共围及约3700名员工的健康 面对逐渐扩大的疫情 越南总理也在3号开会讨论对策 并表示8月初是阻止疫情的关键时刻 另外缺诊数位居全球前十的伊朗 竟被外媒爆出隐瞒疫情数据 根据英国BBC报道 匿名消息人士提供了 记载伊朗各地医院患者的详细资讯 截至7月20号为止实际死亡人数 因为4万2000人左右 是官方记载14000人的三倍之多 实际确诊人数则超过45万人 是政府公告27.8万人的两倍 且伊朗早在1月22号就出现首例死亡 但官方一直声称2月19号才有患者不治 而在这段空白的28天里 其实已经累计52人染疫身亡 英国BBC报道指出 伊朗政府年初隐瞒疫情 可能因为当时正值伊朗伊斯兰革命 周年纪念和国会选举 不想疫情扫兴 匿名人士更透露 伊朗卫生部门一直以来都受到政府的压力 希望透过英国BBC来阐明真相 并结束这场疫情大流行底下的政治游戏 新唐人也定期视为家会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